造成困擾的店家 在那邊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YouTuber蔡阿嘎鞠躬道歉展示誠意 針對旅日影片指出不少連鎖店家 是美食地雷 正義部分蔡阿嘎強調 團隊會虛心檢討 不過過去影片也遭到網友言上 我認過病我覺得保持口味了 那個肉量太少了 四塊 四片還要破住 一口吃下雞肉飯 麵肉不悅 蔡阿嘎今年初這支比偏水平價還低的 嘉義火雞肉飯 影片提及四家店家 也讓網友肯批 是不是也需要跟緊道歉 另外一支四年前影片也被翻出 一丟二十五 六八 六八 六五 小份的喔 四十六六四 我要看出台片 不要看出天空座 一百九的鹹酥魚 一百九 嚇壞腰了吧 手拿鹹酥雞三樣架物 通通是小份的 總價就要一百九十元 讓蔡阿嘎直呼也未免太貴 店家事後也直接發文反擊 覺得貴就不要買 狠批對方一句話 可以毀了多少東西 表示他們也是賺辛苦錢的 很酸蔡阿嘎 這支影片賺了多少錢 一百九十元應該都已經回本了吧 我們要看成功 嚇到 跟大家分享 嚇到 一起說實在的 買拍下來 今晚蔡阿嘎在片尾有強調 鹹酥雞很好吃 不過向來對美食感怒感言的他 過去評比影片頻頻被挖出 網友怒火難以米評 三新聞總會